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谈了新保守主义的这伙人里边 有三个人物是最出名的 在魏马共和国的这场文化批评当中 最出风头的是这么三个人 第一个人物 最有影响的人物 是柏林大学的著名哲学家 当然也是维新主义哲学家 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图尔摩洛 一般来说简纯范登布鲁克 在那个时代里面 搞哲学 这个人是最出风头的 他出风头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他坚决的反美国主义 从哲学思想上反美国主义 第二位人物是我们历史学界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 第三位人物呢 是一个青年的文学家 人们把他称之为由保守向激进做急转弯的青年文学家 这三个人物那是在卫马共和国特别是在这个大维基到来的时候 那是非常出风头的几个人 这些人毫无疑问是文化悲观主义者 不过呢他们是向保守主义的方向发展 向荣德尔呢最后还向纳粹那个方向发展 这些文化悲观者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没有灵魂的丑恶的 纯仓商业的资本主义 你们听听这个口气 这些人的著作很有意思啊 这些人的著作在我们国家六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们国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国家组织了一批翻译家 专门翻译这些人的著作 为什么 因为他反美国 而且批判美国的那种振振有词啊 那种水平之高啊 那比我们的那种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去批判 那魅力要大多了 那动人多了 尿笔生花 你听听听他们谈些啥 这些保守主义者们 他们都坚决反对于美国为代表的 没有灵魂的 丑恶的 纯资本主义 纯商业的资本主义 他们都相信 这个由民主自由 虚弱无力的哲学统治的社会 正在败落 并最终要灭亡 你看这话 很有劲吧 是吧 他们号召要造就一个英雄的民族 把德国从这种迫在眉睫的威居中拯救出来 布鲁克这样写道 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 强调的只是伪善的理性 而毁灭了人类英雄的精神 他用自由的名义 造就了移居无数和道德败坏 他以进步的名义 培养了守财努和奢侈浪费 他伪造了生活的本质 他阻碍了本能的发展 他破坏了民族的道德结构 促使民族崩溃 所以他号召人们 我们必须重新鼓舞起抵抗的意志 重新返回到哪 古老单纯 质朴 荣誉 勇气和勇气的普鲁式的品质上来 你看这个人的比较怎么样 那水平高得很 可以说把美国骂得给一塌糊涂 你想想那些正处在这个危机状态当中的人们 特别又由于这个二九年 这个股市的崩溃 影响到这老百姓 最后走投无路的这种局面 听到这种语言的时候 你不由得 就会激起你的一种 真的要跟着他干的那种味道 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善动家 布鲁克也是一位最有影响的背后通刀子理论的宣传家 下面我们要谈谈背后通刀子理论 背后通刀子理论就是说 德国人曾经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德国为什么会在一战当中失败呢 那是由于德国的这支部队里面混进了有一几分子 这些人他们在我们伟大的士兵 在进行硬的战斗的时候 混在我们的队伍里面 对我们勇敢的战士的后背痛了一道 所以我们的英雄倒下了 谁呢 这个混进来的人是谁呢 犹太人 社会民主党 这不就解释了吗 既能够满足于德国是不可战胜的自尊心 是吧 又把目标转向了自己的政治敌人 这是很高明的一手 很多人都相信这个 如果要是人们认为德国根本就是打不赢人家 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完了以后大家都乖了 没有人在说这种屁话鬼话了 当然就是因为有这些人说这种鬼话 所以这个民族扶仇的心态就非常的强烈 那么下一次我们一定要首先把内部要清赶紧 然后我们再跟外边再盖一场 民族扶仇主义的情绪就是这样散动起来 所以为什么二战打得当多的时候 美国人一再提出 那必须无条件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无条件投降 是停战 是签订的一个停战协定 空别的那个列车上签订的是一个停战协定 停战就意味着休战 休战就意味着过两天还要干 朝鲜就是这样 朝鲜就是个停战协定 你搞不清楚的 所以你看朝鲜人总是神经很紧张 说不定明天就会又搞起来的 他没有停 他并没有结束战争 他是停战 德国人也是这样 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所以1925年布鲁克通过他那部 具有轰动性效应的著作 第三帝国 预报过一个新帝国的来临 这个人第一个提出第三帝国的概念的 就是这个布鲁克 第三帝国 他解释了 未来肯定是个帝国 第一帝国 那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的国 第二帝国 Bismite这个帝国 下一个帝国是第三帝国 尽管他的这部著作 充满了文学幻想 漫天的虚弱和可怕的预感 在批判现成制度上也振振有词 但他所设计的那个新帝国 仍然只是一个贯彻前现代化 传统专制的一种翻版 他讲来讲去 他要设计出来的那个国家 就是一个普鲁士 一个大普鲁士 一个由普鲁士来统治 所有的德意志的这样的一个帝国 但是他作为政治纲领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连希特勒也从来没有去请教过他 没有任何一个纳粹分子会去请教他 虽然他第三帝国的概念是他提供的 但是他里面讲的未来的帝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希特勒和希特勒的理想相差甚远 希特勒没有去找他 没有去找他 那个时候他很出风头 这是我们要谈的一个人 这个布鲁克 布鲁克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 在当时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现象 一种思想 思想群像 下一位就是斯本格勒 斯本格勒 他是1923年正式出版 通过他1923年正式出版的那部著作 非常有名 这部著作叫西方的没落 西方的没落 他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 这个人呢 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讲 他是一个历史理论家 应该说他影响了后来的汤因比 他是比汤因比要更出风头的人 汤因比是跟他学的 他也对文明有多种的解释 我们国家现在也把他的著作翻译过来了 这本书是很值得一看的 那么他是通过这一部著作而名声大哨 这部著作对现代化负面效应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也一直成为一部在世界上引起了最激烈争论 引起了最多误解的历史理论著作 到今天或者说到1988年 我在德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再版了 大概有九版了 从他1923年到1980年代 一定有九个版本 每十年一定会再版一次 人们没有忘记这个石本格 因为他对现代化的负面效率 这个批判是非常全面非常彻底 也非常有水平 这个人物并不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这个人的地位非常的卑微 他也不是 我们看看 他也不是学文科的 他也不是学文科的 这个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他是学自然科学 学数学的人 他1880年5月29日 生于哈斯的Blankenbow 这个人他曾经在慕尼黑大学 柏林大学和哈勒大学 学习自然科学与数学 然后呢 在汉堡做了三年的高级中学的教师 他在做大中学教师的时候 开始写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西方的摸隆 他是在做中学教师的时候 写的 但他没有想到这部著作 在整个全世界的史学界 会引起这么大的影响 他就成了个名人 然后他又回到了慕尼黑 做一个完全没有固定职业的一个私人的一个教师 谁要找他 想听他的理论 他就跑了去跟人家吹一架火 人家给他一点钱 因为认为请了个大家 很多大资本家 企业家 政党领袖 很多人都找他 到时候就给他一笔钱 他就变成了一个民间学者了 他就是一个民间学者 他不像那些大学里面的历史学的教授 他不是的 但是他的影响比那些人大得多 太出名了 这个人 那么应该承认 西方的没落这部著作 本身就充满了文化悲观主义的气味 在这本书里面 他的一个主的观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 德国在世界大战当中的失败 仅仅证明胜利者也真正的失败了 因为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 都同时的衰弱了 西方的没落 西方的没落 德国衰弱了 那是肯定了 这场战争打完了以后 但是英国和法国也被削弱了 整个西欧都衰弱了 所以他叫西方的没落 不过呢 在这个时候 他的这种悲观主义啊 影响了布鲁克 布鲁克就看到这个人了 就去找他 跟他交谈 成了他的朋友 不过他在认识了布鲁克以后 他又发现了一切希望 因为布鲁克还要战斗 还要怎么样 所以他就开始怀疑 他说 在经历了这个普遍的衰败时代以后 难道德国就不再以一个 生机勃勃的新大国的面貌 重新出现了吗 而他又有点怀疑 自己过去的西方没落的观点 这样 在布鲁克的引荐之下 他就参加了六夜俱乐部 六夜俱乐部就是 新保守主义者们的一个沙龙 那么这个沙龙里面经常啊 很聪明 有一批粉丝 年轻人的粉丝 跟着这伙人跑 所以他经常在外边发表演说 这也是他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所以他经常跟年轻人演说的 有一次1924年 他发表了一次这样的演说 这次演说非常出名 这个话是这样讲的 人类的野兽正在向我们爬来 非洲的阴影正在笼罩着欧洲 非洲已经成了殖民地被人家玩了 下一步就是欧洲了 因为西方都没落了 西方已经没落了 人类的野兽正在向我们爬来 非洲的阴影正能招着欧洲 但我相信 在前面的艰难岁月中 强有力的人物将会出现 他们肯定需要他们所依靠的人 他们需要的是 连逼失败都没有能够找到的一代新人 这个命运是不可改变的 青年们 勇敢地服从你们的责任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幻想的是一个强人统治的世界 斯本格勒 这个时候就有这么一种思潮 至于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会是谁呢 我们一般人推认那肯定 这里我们可以建立起他和希特勒的联系吗 很可惜不行 至于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会是谁 连斯本格勒之意也是不清楚的 人们一旧 他演说一下来 连军就问他 那个强有力的人物是谁 他说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者 他在反民主共和国的同时 也是坚决反对 甚至是藐视希特勒的 马粹主义极其运动的 在他看来亚利安人的理论 和种族神话是浪漫主义幻想的一部分 是十九世纪达尔文主义时政论残余的一部分 因而是卑鄙的 所以他反希特勒 他是反希特勒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幻想强人 他就一定和希特勒的那条路走了一块 不是的 这些知识分子非常的清高 他幻想的就是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他写过这样的书 叫做普鲁士社会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这是1920年写的 还写了一本书 人与技术 1931年的 还有一个 1933年他还出了一本书 叫决定的年代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他藐视希特勒的 就是1933年决定的年代 那本书里面的 这个人他 他就是一个普鲁士社会主义者 这帮人都是什么呢 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都是站着19世纪的立场 来看待这场现代化 都是这种现代化极其后果 表示恐惧的 这样的人 下面我们要谈第三位了 这个人 荣格尔更狂 这个人呢 是搞文学的 我们看到文史则是一样一个 这个人 斯本格尔的崇拜者 青年文学家 恩斯特·荣格尔 迅速将这种 右翼保守主义的文化悲观论 推向了新战争文学的方向 他是搞战争文学的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在魏玛的这个金色的二十年代里边呢 那个时候的文学讲的都是女人 都是欲望 都是这些名堂 他不一样 他要唤起人们战斗的精神 这位新战争文学的极先锋 极力煽动反理智论和虚无主义 在他的作品中 强调的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而是冲突的英雄场面 这是很重要的 我也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演战争的片子 强调的也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而是场面红红的 几十万 几十万全完了 人们就忘记了 这才杀人呢 大家不是这样想 场面红尾 如果能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洪流当中去 那是多么兴奋啊 是这样想问题的 你不要说战争文学 它就具有这种魅力 这是一种魅力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作为内心经历的战斗 作为内心经历的战斗 我看过这本德文书 很写得非常之好 讲什么呢 很感人 讲一个人参军 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弗兰德斯 弗兰德斯就是比利时那条战线上 这个这个盟军和这个这个英美英法的军队和这个德国的军队在那搞了四年的拉锯战 今天打过来的 在江豪战就是弄了四年 结果那个视频就一天到晚就在这个这个前线 是个德国人啊 在那战斗战斗 最后有一天他不信啊 中断身亡 倒到那个战壕里面的时候 看到那个那个战壕的那个空间里面 那个硝烟这样过去的时候 人生命的最后那一刻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灵魂最后要出窍的那一下 大发言论 心里默默的想啊 这部著作啊 把战争被称之为一种自然现象 一种暴风雨中的考验 一种真理的象征 那个人倒在这个战壕里面 在自己快要死的时候 把眼睛睁开 看得那个硝烟过去的时候 心里在默默的默上这么几句话 战争真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经历 战争是必须的 因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解放 我又在战争中 在战壕里战暴病战死 人们才能够找到返回他们生命本质的 和源泉的方式 考虑后的行动 是一种没有男子气的柔弱症状 如果要是这个人需要考虑一下再去行动的话 这个人就已经具有女人的症状了 男人是一次级就反应的 这就是男子汉 考虑后的行动只是一种没有男子气的柔弱症状 内脏是比心灵更为健全的指导者 热情汗水鲜血将解决所有的问题 战争真是一座伟大的学校 新人将在我们中间产生 凡是没有在弗兰德斯战斗过的人们 你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 你想想 年轻人刚刚从那个美国主义的那个失望当中摆脱出来说 突然间在这里找到了 哎呀 你敢这样生活才对啊 尽管那荣戈尔在保守主义的阵营里边 被称之为是一位向纳粹主义方向做激进转变的反叛者 但由于他实际上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他要找回的是自己个人的生命的本质 而不是为了什么民族的什么责 纳粹主义不搞个人主义了 纳粹主义是搞集体主义的 所以他被纳粹主义者视为一位不受欢迎的同盟者 是的 他跟我们同盟 但是他不受欢迎 然而不如直言的是 后来加入纳粹党的很多青年人 在他们的美国主义的梦想破灭之后 都是首先通过荣歌的这部著作 才激起了他们渴望战斗的情绪的 哎呀把这本书一看 我真是要战斗啊 什么时候战斗来呀 青年人就是这样 是吧 你看 左派厉害还是右派厉害 我们正在失望 没希望了 一起崩溃 全部完蛋 这边告诉你年轻人 参加战斗吧 那能够找到你生命的本色和源泉 连球 我这边来了 我们刚刚介绍了三位人物啊 这个三个人物啊 在这个文化批评当中啊 是最出风头的啊 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 魏玛文化真正吸引人们远球的啊 不是民主的啊 进步的啊 批评型的知识分子 而是这一伙人啊 他们是一批新保守主义者 那对此啊 一位著名的进步主义文学评论家 叫恩斯特勒布特库奇乌斯 啊 库奇乌斯这个人 我这边是一批新保守主义文学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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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